塔克拉馬乾沙漠 遊客一臉不敢置信 到新疆沙漠玩 竟然遇上洪水 見過沙漠上洪水 水淹道路 開車像開船 半個輪胎泡水裡 這景象和印象中的沙漠差太遠 但當地人見怪不怪 明年六七月份的時候 天氣慢慢地開始熱了 然後就沙漠裡面放大量的洪水 而且這幾年洪水越來越大 位於塔里木盆地中央的 塔克拉馬乾沙漠 面積達33萬平方公里 被天山 昆倫山 阿爾金 三條山脈環繞 山頂雪水 夏季融化 是沙漠出現洪水的原因之一 另外 過去許多小河 會流向塔里木河 但隨著時間和氣候變化 很多河流變成上段有水 下段斷水的情況 到了夏季氣溫升高 雪水融化 雨水暴漲 很多河道水量增加 河水到了河道中段後 沒有了河道的指引 最終就形成了洪水四處泛濫 另外在孟加拉 孟加拉近期則是出現致命洪災 水淹到成人胸口 孟加拉東南部的費尼市 受創最嚴重 近一百五十萬居民住處 全部被淹沒 民眾認為罪魁禍首是印度 沒事前警告下游國家 就從大壩放水 鏡頭轉到蘇丹 當地因水壩坍塌 奪走至少三十條人命 多個村莊被毀 數百人下落不明 另外受天災影響的 還有美國 極端氣候發威 豪雨成災 沙漠洪水 這類景象未來恐怕只會 越來越常見 三點新聞 柯亞涵報導 好